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有一个人人忌讳的身份 红鞋 对不起 你对不起我什么 我毁了你的身秀肢体 我们第一次解读就知道了 当时我是恨你 可看到你如金弓之鸟地躺在我的床上 其实你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第二次碰面 是你不能动 花音求着我去的 可是你才十五岁啊 你才多点大啊 因为受到过成人无法忍受的苦 所以才不爱说话 喜欢把自己藏起来 生怕再受到伤害 后来 我又想明白了很多事 渐渐放下成绩 这么说 你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回我圣修之体 是 为了活着 为了成为活着的代价 我醒来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毁你的身秀之体 每其名义 给天明师解读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不会杀你啊 你运气很好 你乖的话 我当然舍不得杀你啊 如何 算乖 依靠我 是 是这样吗 我还以为你们冻死吧 没想到还挺有情趣的啊 搂搂抱抱 前面危险 你待在这里等我 地潮有变 你看什么时候能够动身去 就这几天 带着小玉一起吗 嗯 对不起公子 离国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知道交易的人也都死了 现在 我可以告诉天下人 叶小玉是与我合作 朱砂坚定的正义女子 很好 竟然敢跑 等我找到你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你看我们的小玉 波克核桃都这么可爱 父皇母后 你看我批开她了 看你把她关坏的 动不动就用国喜开河堂 以后哪国的皇帝敢娶她呀 拼命是不是算过了 我们小玉长大 会嫁给天下最强的人吗 阿玉 忘了自己的身份 重新开始 舅舅 银行的舅舅 可是叶正远大将军 老师回答我 你到底是不是军 不是 给天命师带个消息 就是他家的傻徒弟在我这闯的祸欠了很多钱 要么拿钱来说 要么留着他与你战果 喝住我 变完了 死忆还真的带着那么多钱啊 小玉 我们走 为什么跑掉 公子已经不需要我了 我 你毁了我的圣修肢体又怎么算 我 就有身体来换 就像这样 叫我名字 以后就这样叫我 你欠我的越来越多了 你欠我的越来越多了